是不是直接可以转,转90度 OK,直接,因为我刚刚已经指定一个基准点 然后再把它转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我把它再往前推 OK,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把它转为90度 再来我要怎么样呢,把它做那个回转 那回转还记得吧,先选你要回转 有没有,其实你油标要放上去它就会提示你 一的话呢,是选外面的 二的话是选轴 所以轴就是那个那一条中间那一条20那条线 所以我们回转,然后先怎么样呢 先把外面的这一些三个线段选起来 包含30,弧跟15 然后呢,再来的话呢,按个空白键 接下来的话呢,它会出现什么 指定轴的起点,起点在这里 终点在上面,起点终点 然后呢,转转几度呢,360 Enter 就转出来了 那转出来之后的话,这个盘要放在哪里呢? 刚好放在,因为它是8080 刚好放在正中央 所以呢,我们直接移动 把这个移动,然后呢,选它 空白键一下 空白键一下,那找到这个圆盘的 底下这个,底下的这个中,中心点 底下的这个中心点,圈圈的地方 可以点一下,移到哪里呢? 移到这个的中点追踪过来 有时候这个地方,比较不好追 好像,圆盘的 好像抓到圆盘的下 上面那个点,再一次移动 如果说你不好抓,这个时候尽量再把它切到2D线架构 因为它有上面的那个点跟下面的点 然后再把它移到这个我们的底座那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先选它,按空白键 第二个的话呢 选底下的这个,底下的这个 底下的这个 OK 然后,移到哪里呢? 移到这个,我们的 这一次,移动 选取 整个选取 底下这个 它如果你接近的时候,它会先出现上面的 你还在坚持